我反而覺得我們市民或政府應該做的事 就是要追究林卓廷這個人 因為林卓廷在整件事的過程中犯了一些罪行 在防止高度條例第30條 講明不可以將一些正在查的案件披露 林卓廷先生已經不斷 我們有很多證據證明他不斷披露很多次 為什麼他可以置身事外 可以沒事的呢 我們見到之前很多案例 如果你披露了一些廉署查警的案件 其實是會被控的 為什麼林卓廷是沒事的呢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追究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反過來追究林卓廷這個人